面粉和鸡蛋做好吃的 比油条还香 面粉300克左右 倒入大碗里 接着放入一两小勺糖 再放入一小勺盐 然后倒入三克酵母 再打入一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散 把鸡蛋打散 拿来些温水 少量多次倒入温水 边倒边搅拌碗里的面粉 搅拌成棉絮状 再用手把碗里的面油成面团 油的过程中加入10毫升的食用油 再把面团油至表面光滑 面团油至光滑后 盖上盖子放一边发酵 面发好了 面可以不用发酵太久 发酵至两倍大 也可 在案板上撒上些干面粉 给发酵好的面排一下器 再把面团整理成圆形 然后用手把面团压扁一下 接着拿来擀面杖 轻轻把面擀薄 把面擀至大概有两张饺子皮厚就可以了 拿来一个杯口不是很大的杯子 用杯口在擀好的面上压出一个个圆形的形状 把多余的面拿起来 再擀薄 再压成圆形 然后再两个一组把它们叠在一起 都叠好两个一组后 拿来一根筷子 在上面压十字花 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依次放入压好的面坯 中火炸 炸至定型鼓起 给它们翻面 把它们两面炸至金黄就可以了 大概三分钟左右就炸好了这一大锅 炸好后捞起 控下油 再装盘 面里加了些糖 也加了些盐 炸出来的油饼更酥香好吃 打开里面是空心的 一点也不吸油 很香很解馋 今天做法简单又香又好吃 解馋的油饼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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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